什么树没有叶?枯树 茄子另外的名字叫什么?蔬菜 世纪都会开花的花是什么花?假花 什么土不长草?混凝土 什么球不能踢?仙人球 什么鸟不会飞?鸵鸟 什么马不吃草?木马 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壁虎 谁最爱打听别人的事?记者 什么床不能睡觉?牙床 大哥男人在街上看见美女先看哪里? 别的男人都是先看脸再看胸 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那你先看哪里? 我先看看我老婆在哪里 哎呦什么 你刚刚唱的什么?你再给我唱一遍 你说的啊 唱 我唱了啊 你可不许生气啊 男人都喜欢别人老婆 想知道没啥听过说 就像云桃她没吃过 心里总是惦记着 老婆像家常便饭 别人的老婆像酒店 虽然天天在家吃饭 心里老乡去酒店 人没啥 听我言 自己的老婆天天见 没了当初的容颜 得不到的就新鲜 要不是倒的有底线 要不是老婆关的烟 都像后宫有三千 就连我也想 住酒店 我让你住酒店 小的时候跟他们比赛尿尿 看谁辞得远 谁辞得远谁赢 每次都握手 我成不服气 我回家 我周历晚随我就出门了 过了一会儿我妈来了 一边打我一边骂我 你个胡子我玩意 你个小姑娘跟小小比什么玩意 习惯啊 男的现在也能打避孕针了 一针管十三年 明天我打一针去 你可别打 嗯 为啥呀 你哪那些废话呀 我让你别打 你就别打 哎呦什么 老公 天色不早了 我们睡觉吧 媳妇您放我一马吧 我昨天放你一马 前天放你一马 我今天再放你一马 咋的呀 我放晚的 我并马过呀 来 别笑 你咋还不走呢 你看老板 暖杯窝的钱 给我截一下子呗 什么暖杯窝的钱 没有 你咱们不是 截好了吗 我暖杯窝 一小时 一百块钱 正好两个小时 我还着急 赶下一家 你给我截一下子吧 我不和你说了吗 没有 你看暖的时候 咱也讲好了 你不碰到我 我也不碰你 那个脚都压到我腿上了 我也没多收你钱 你不找人打听打听 我找人暖杯窝 啥给过钱 你这是想来账 滚 哎呦 你妈 那个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呢 不是 妈呀 这我有点懵 这事怎么能还能按月才减呢 我没有钱了 我来干啥来了 不是 哎 媳妇 咱俩没事 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 检查啥呀 你看咱俩都结婚三年了 连孩子都没有 咱俩去看咋回事 我没有问题 我不去看 你咋没有问题呢 因为我不是不能生 而我是不想生 为啥不想生啊 为啥不想生 你还不知道吗 那女人生完孩子 那身材不就变了吗 那你也不能为了身材 不生孩子呀 那你这样也太自私了 我跟你说哈 你们男人 就没有一个靠谱的 我要是给你生完孩子 咱俩要离婚 我先把人找夏甲去 哎呦 什么 哈哈 再说了 你结婚之前 也没说让我给你生孩子 你要让我给你生孩子 我还不跟你结呢 哈哈哈哈 小姨热 啊 我考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答对了 我就带你去旅游 真的 行了 听好了啊 什么奶 不能喝 什么奶 姑奶奶 哈哈哈 媳妇 亲一口 亲一口 我还着急接孩子呢 媳妇亲一口 等一会啊 嗯 来嘛 我俩连时有点事 你接一下孩子 哎呦 什么 嗯 好了 来吧 媳妇你干啥呀 我只说亲一口 亲一口 哎 媳妇你别啊 哎 男人们 闯什么灯 不犯法呢 既安全又可靠 既不担心 伪张 又不担心扣粉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灯吗 我怀孕了 不是 我咱俩都离婚三四年了 你怀疾哪 你能憋这么长时间呢 再说了 我现在也有家 我孩子都已经两岁多了 你这太影响我生活了 我告诉你 你这肯定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你爸爸完美 好的 我来找你 告诉你我怀孕了 就是想告诉你 当年那个不孕不育的人 是你 那怎么可能是我怨疑 我现在孩子都两岁多了 那如果要是我的原因的话 我是哪来的 那怎么可能是 日本女人在新闻之夜 说嗨 哪里照顾不到 请多多原谅 咱们中国女人结婚 会说 老公快把藏本拿来 看看咱们收了 你自己有媳妇 然后你不喜欢 你喜欢别人家媳妇 然后别人喜欢你媳妇 你还不让 你还看着你媳妇 你是人吗 你的格局呢 格局哪去了 你给孩子做过亲子监禁吗 我闲的呀 我现在开分直住别住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孩子才重要吗 孩子多大了 我公娘比我大九岁 我儿子比我大六岁 今天我上公共厕所 我又闹着大笑话 我一进去啊 就听听隔壁 有个人就说 你来了哈 我说 我来了 然后隔壁那人就说 你来干啥来了 我就 我说我来能干啥 我吃饭 我又不上这里来 然后他又问 他又问我 他说 那你啥时候走呀 我就生气了 这人是不是有病 我啥时候走 我说 我拉完就走 然后就听 就听他说 他说 我先挂了 你旁边来了个傻子 我我也接他 他也接 说呀 有这么一对夫子 牵着驴去耕地 到了之后呢 总是儿子掌握方向 他爹呀 在前面就牵着驴 每一次走的时候 儿子就说了 爹走吧 他爹呀 就牵着驴往前走 就这么 承如果 咱们 漂亮 感谢观看